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 没有办法离开地球 怎么样走 也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走 现在还没有能力 到其他星球上去 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 听说有外太空人 外星人来访问地球 那些能够到地球上来的 确确实实是人道 决定不是天道 为什么呢 天道不需要架飞碟 架这个飞行工具 不需要啊 人道才需要啊 天道到哪里去 不要这些工具 他们还是用这个飞行的工具 科技比我们发达 所以还是人道 决定不是天道 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 四王天在这个宇宙之间飞行的话 不需要工具 所以这个外太空 现在报道的很多 这些书籍很多 我们全是人道 那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 这个苏婆世界 那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 那不只是这个地球 许多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 而人的智慧能力 不相当 佛报 不相当 到哪个地球上投身 哪个星球上生活 各个人 夜报 不相当 都是果报啊 所以 所以 佛菩萨在这个境上 特别专指 南淫附体 南淫附体 我们这个地球啊 前面说过 淫附体众生 自信 无定 习造我 习是习气 不知不觉的 他就造我 所以 赶得了地狱的 苦报 底下这个四句话 非常重要 我们要把它记住 全部经文记不住 这几句总要记住 从南淫附体 行我众生 夜感如是 这个三句要记住啊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接着又说 夜力甚大了 能抵虚迷 能深居海 能脏神道 这个夜力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下面 举三桩四曲 虚迷 这是大善啊 这个夜力 能够一善倒海啊 山大 海深 敌不过夜力 啊 夜力 能张 神道 叫你这一生 道业 不能成就 无论你怎么样 勇猛精进修行 你都脱离不了 六大轮回 什么原因啊 一夜力 嗯 好 哦 我 诶 你 那 你 谢谢观看